怎么样让四叔的局面变成四淫呢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老子真以能够游解 好 紧接着小微导来几次 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那这些事有没有办法也游解呢 渔夫为什么会和公庙闹得这么火大呢 甚至于公庙说他们要告渔夫 因为渔夫一篇po文 他说这是黑道公庙文化 我们要来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庙文化 让渔夫这么火大 双方的战火到底在炒什么呢 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炮啊 我不是在说我们三历连续去 不是在讲三历连续去 但是他们在炒什么炒炮啊 所以三个半没这里 为什么要再放炮啊 我现在要放炮啊 因为西罗殿在做酒 有的人念做酒不对 做酒 在做酒 据说那是一个宗教圣事 叫做宋天师 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宋天师 本来西罗殿呢 这在地台南人都知道了 听说是上面有名字 上面有出名了 收藥扶摩 很厉害的庙吧 对对对 收藥 相模收藥啦 对啦 这西罗殿嘛 你去那边做过活动吗 有啦台南我做很多啦 全台湾省的这个宗庙啊 欧民的啊 就差不多都做过了啦 他做酒 这个台湾省南京啦 白山顿网啦 中华网啦 北港网啦 做套套 我因为这个喔 为什么跟三个半个半个 两点还在放炮啊 我说得听嘛 做酒是都会这样吗 你要听我说嘛 因为西罕人是欧洲文化 这叫人生共浪嘛 有时候心灵发育喔 有可能嘛酒水拌不拌嘛 有时候一定要拌拌喔 我说得听 欧民的买基 这叫做培佛作秀 培佛 他那是烧翁准 我们是烧翁准跟上天书啦 小天就是上天书 但是我们培佛这个呢 是烧翁准 这不本地我颇青的暗黑 舞台车敲了以后 因为培佛都富富教啦 风大啦 除此之后都疼得疼 隔天都感冒啦 本地是八点做到十一点啦 你怎么知道 拌不拌 我做完要做到凌晨两点 做到人都没人喔 人没人喔 人都回去睡了 我们还在做 因为要拌不拌 我们只要担到拌拌拌到 就是说可以收翁准啦 音拌到后 我接不着可以 我接不着可以听呢 所以说一天我带去的拐车喔 所以那一场有加钱吗 要怎样加钱啦 他也不跟我说啊 要自己的 那如果拌不拌到 以前六点都拌不拌要怎样 我拌不拌就来说 继续做 继续做 就是做到凌晨两点 拌不拌后才可以收翁准 我也是继续做啊 他的主持 主持到三声啊 只有我唱三次啊 我唱三次啊 三次啦 你就会在拌拌多少 比如说10个 一羊三条拌 差不多20分嘛 再加 加到一羊六条嘛 唱到后面喔 所以他是重复的歌啊 当然 又再唱 不是重复的歌 外拌 你要外拌就对啦 哦 你做到后面就 台上比台下多人啦 台上十几个拌拌嘛 台下三个两个在睡嘛 那生命不需要让你拌 你就继续做 你就拌拌拌啊 生命要看 要看 生命要看 因为这可能有很多模型的在看嘛 我们也不能说 这样就把它刷了 一定要等到拌拌 所以等到拌拌拌的时候 香香料啊 做酒就是这样啊 你还在台南整个人家 做酒的 那有时候人多多 刮车都很多 一定要拌拌 炒香料我们才可以说 什么叫做酒啊 做酒一般是那个 那时候大破 大破 什么叫做酒 大破 三年 五年一次 做酒要搭那些 做酒要搭一楼 二楼 三楼 要搭一个做酒起来 旗舟要搭很高的 因为旗舟站得越高的 四方的那些 完分那几个拌来吃 所以做酒是一种 普度的意思 大普度 哦 普度 类似的大普度 大部分都是三年 五年一次 所以这次摄楼殿 他的做酒 他跟末了上天书 那个仪式一定要整个完成 所以他后大7点 下半至mr 4点 昨天草后 昨天草后二了三点 这个中间 会讲 都能算 拌楼殃多 表示那年的温度越好 所以他走到你的家 我刚刚刚起店 刚刚生命要问你的家 他就整个蝴蝴蝣 浪子通了 这样再拌 那拌 你要像我 那时候 但是說是三個爆炮 確實的影響會擾人親孟 或是說有老大人 我睡著就爆炸就切開了 剛去爆炸一下 睡著就爆炸起來 真是沒辦法 所以說 我們好像電話 檢舉的電話才有風雨霜 開三千塊的發展 但是對漁夫來說 他就想說 這是我們臺灣黑道的宮廟文化 社長說你平常證明我是黑道的 你能不能說 他三個爆炮 你也不能說是黑道的嗎 我們過去 空主公有說一句話 因為過去在酒店的時候 如果要借天都要太陽 大家說這樣太過濃郁 不要太陽也知道嗎 空主公說耳愛其陽 無愛其力 這個勵就是鼓勵不便 心勵不懈 這是一個鼓勵 一個敏感的信用 我覺得以後不管我們社會電話好 或是說我們在地基民 大家其實可以用一個協調 你爆炮不要放那麼多 特別現在都放另外那種爆炮 爆炮現在更加低的 電子炮啊 電子炮啊 沒有你現在你看 切音炮的時候就放了 切死也放 嚇死也放 嚇死也放 剛才我跟他說 馬大後期 切到天空 大家就放到 對不對 你要靠的人去找什麼 沒有啊 這沒辦法 這是民間信用啊 所以有時候 民間信用 跟實際 對 我們老百姓的那種 生活那種 要抓一個平衡點 要拿一個平衡點 好啦 秀俊兄 到底宋天師是他們一個什麼樣的儀式 他送的是張天師嗎 對 我們看武俠小說那個張天師嗎 對 宋天師其實是台灣到叫做酒的時候 請這個藤書來幹酒 監督大家做這個教典 酒做事之後把藤書送回去 在台南俯成 宋天師是他們最重視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這樣說啦 你做酒的時候 就那個教壇的內壇 外面人是沒辦法去的 多多多的 我們參與就是葡萄跟贏老 台南有一個很淵遠的一個 俯成文化 因為他們是台灣的首都 想帶來的首都 對 所以他們各個街市 三個有這個連禁組織 連禁組織就是一種民房的概念 由它清朝的寶甲流傳下來 那這個連禁組織各個禁 各個有一個禁 這個禁是什麼工業為主 來發展出來 所以在這個宋天師的時候 各宮廟會請朝而出 為了自己的禁的這個禁 禁主要拚 拚禁主的 再來一個想到的是 有時候百年來 人情之間的恩恩怨怨 上天所以其實都可以來挑戰 譬如說這本西樓殿 這本做酒跟頂本 我差不多要30年了 30年做一次酒 30年就做一次 對 聖樓殿這本跟頂本做酒 做酒的過程 這個南廠五音店有一個廟 初初是要去廟的時候 是聖樓殿這個聖王公給他 給他付錢 跟近來的吉民說 這份生命是代行代道 可以給他建廟 所以在這本聖樓殿書的過程 五音店的一個所有的集數人員 出來過營聖王公 所以這個縣世間的這些人情冷暖 人情小狗 都會在聖樓殿書的時代表現出來 我們都會再來談聖王公 怎麼樣收邀父母 當然這一次 我剛才說 紛爭的源頭就是拋我聲 但是對宮廟而言 就是對西樓殿而言 什麼事情不開心 說我是黑道宮廟文化 這句不開心 因為如果是為了幫你 你可以來協調 但是你不能說我是黑道 所以黑道宮廟文化 來說西樓殿 當然是有點太過 但漁夫自己講 他說我也沒有指名道姓 你幹嘛自己對好入座 當然是因為那次做主要的拋我聲 來拋這個文 很容易讓西樓殿有這樣的聯想 但我們拋開西樓殿 我們來談台灣的傳統宮廟 有沒有黑道 有嘛 開始是有了 當然這樣來說西樓殿是 都不太超過了 但是我們台灣的宮廟 不是不是有黑道 我們不能說 只去廟那個活動 對 我們不能說什麼宮廟都什麼黑道 因為很多兄弟也好 還有有人拜神明 譬如說 剛才姓公 姓王公 這個十 很多人拜 翹腳 就是我們的 這個 翹腳 你知道嗎 翹腳我不知道 是 宮廟殿王 十八太保 很多兄弟都拜這個 這很冷靜的 宮廟殿王 我也到 一次大陸過來 我也到馬如龍去接這個十八 宮廟殿王 所以 有的人會有很多兄弟去拜 去拜一些 什麼官邸 帝君 或是從什麼神明 他們的動作說 很多兄弟 都有拜這個神明 來動作黑道 或什麼 我們不能把這個東西 動作是黑道 也有一些很高野的人 拜很多 我們鄭頭的大廟 甚至說 我在報節目 全身的虛擎宴會 我做的 不是兄弟就自己 我所包的 不是兄弟就自己 你看 屏東有一間 很大間的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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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 外面的人 要包節目 外面的 一些菜籃 大家都要去補 一日以後 就拿兩幾千 在那裡 兩幾千 你要包 就準備吃清雞 沒人敢去包 就對了 就頂公武台的營養 而且這有行規 譬如說 黑面的東西 如果是我自己的兄弟 頂公武台的營養 多少 所有的東西 我自己包辦 總共花多少 有的不是 有的是 我們角度 在地的兄弟包的 我黑面的去自己主持 多少 你自己去處理 頂公武台的營養 你自己去處理 頂公武台的營養 要是說 這個經格的創司 或是社營 總共你自己去處理 創司是什麼 創司後面的背板 比較大的 好像 像我們的跨年圓會一樣 你的老巾 我飯吃 不能整碗一起吃 而且我們有行規 他有一個習慣 他就很喜歡鮮肉級的男藝人 每一次要挑他品牌代言人的時候 要面試 那這個餐會呢 就是找他的貴婦朋友都來 我們現在都流行 這個地方又有一個大雄雞 所有的貴婦都要去 很Q 準備 我黑面的去自己主持 創薪什麼你自己處理 頂公武台營養你自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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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有行規 今天這頂公武台營養你處理 我黑面的去到你的頂公 不可以老名片也不可以說價值 哦 全規則 比如說我主持是八萬 不是 我跟阿冠那裡拿 你處理是八萬那麼貴嗎 沒有啦 我是必如說這樣說 其實沒有啦 我必如說我拿這樣 但是我跟阿冠在這裡拿5萬而已 因為3萬要有阿冠在包場 可以問用 這有行規 我們不能繞電話也不能介紹 還是稅外 有十哪有多少 我們這有哪有合法的納稅 這有哪有規法表的 所以有稅金的 所以留一碗飯給人家吃了嗎 對 你不能繞一碗飯的 還跟沾醬賣 刮錢也一樣 演員也一樣 做東行的也一樣 你要繞一碗飯 讓地方的角度吃飯 不能繞一碗飯 這樣你會出事 有人不知道說 你不喝你吃飯 進來你就吃清雞 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 這不是說黑道文化 就是說這些東西 大家都有在包 留一碗飯也有吃 好 你有沒有碰過 現場場面失控的現場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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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 在南部 剛才說 我們一些好朋友 他有哪兒算我們 我們太陽火的 這個角頭 就 他 剛才南部 在老年 很多人去給他贊金 贊金就是 有棒袍的 有頂頭的 他那算 管成第一關 安祖立會 重到時 重到時 我用武台車 有哪兒叫一些 擱車 有人贊助的 一些老大都坐他頭前 要不開宴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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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在完結了 要怎麼做 後面他得到 拚拚球 就開始在打 頭前 老大都不知道 那都 那都 當中夾的都在頭前 都差不多都會長 不然就是 很棒的 都大腳都在頭前 不知道後面在完結了 都大月 都大月 成沉悲 林鄭金 ующраш 大家差不多 發あ 趕緊聖誡 要瓣 要瓣 做完 要瓣才去外面瓣 不要在那這邊瓣 老大都在頭前 那來 就 疼他了 你 你要了解 你面試到哪裡 會不會 有些小孩子 不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 當初他都在那裡 切不 beta 那些小孩子 就α 因為我們�� labs 在做這種 暗 inan 我是說 有一些冬季也是都恰人恰風的 有真的跟嫁的 多氣評嘛 你怎麼看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們去就知道 他就這樣 夫婦叫又說 好免的來了 好免的啦 好免的啦 他還在起架 你聽不懂 那就是假的嘛 你聽不懂 他就說 阿關啊 五四星關天 阿關啊 還在起架 我跟你說 嫁的真的 警察到有提架 還是你打開一架他會提架 你真正生命怎麼有可能這樣啊 你旁邊打開一架他就提架了 還有那些 我在說三太祖母 上面我跟憲哥說 哥哥 我這麼說 我恥求恥求你知道嗎 恥求 恥求你知道嗎 恥求不是 恥求就是我們 我們的糟糕啊 哥哥 我們彈起來喔 彈起來喔 彈起來喔 彈起來 閃 你怎麼會閃 等太高 等太高 會死呢 這樣啊 那就是假的嘛 有的喔 是因為他恰靈恰風 我上次有講話 恰靈恰風 千雞那裡 抖到我們雞 他會多起平嘛 多起平喔 現在在炒的時候 那寶頭都這樣 我表演給你們看一下 普通喔 他們那寶頭在炒 你炒都這樣 寶頭都壓著 都這樣 這樣打 差不多都這樣打 喔 你不能去做寶頭 他在騎著都這樣 差不多這樣 那是很好 噴下去後面剛才離開 後面離開喔 好 那發叔 米酒頭上去 賀車 雞尾董主 急急 流浪噴 賀車雞尾董主 急急流浪噴 叫雞尾董 這樣啦 因為擠不住嘛 真的有這樣 這就是 聽到 我跟他講 你想說 你剛才這個真的假 你就看這個炒 你就知道了 以前那個錄影 我們那個既兵的有沒有 既兵的那個既子有沒有 他都一直這樣打嘛 你只要攝影師特寫 像這樣 青菜一台特寫 他就不死了啦 他特寫都不要走喔 他就一直打 他眼睛會看你了 不要亂了 不要亂了 這樣也死啦 這樣也死啦 攝影師不要亂了喔 要死了喔 火已經流了 火已經流了 你聽到嗎 你在那邊他就乾了 他一直流 全面都轉火啦 那種攝影師 間接殺人喔 沒有啦 他就要他特寫 看他多用 看他多用 我問你 你都碰到那種假的 在現場你不是很尷尬 你要怎麼化解 不要化解 你是主持人的 那我們不可以 像我承認 那個打鐵鐵 我沒有說 那個天書 沒有 有信 有知道到不知道 那些鐵鐵鐵 一百百百百 打開之後下來 給一個麵湯 裡面用鹽水 你給它拔出 他也是這樣 朱普 Pitt 我們在錄影 朱普 Pitt 麻煩 肝 有兇 受傷 ади 你聽到嗎 真的 整個麵湯裡面都要洗 所以 心名有知道嗎 你看一隻戈 你看就知道了 但是 絕對不能戳破 對... 我們就像我本王屏 你想那個 北家中 那個都 downloading alnorn 他也問說 警察來了 他也說警察來了 說不可以開口 說臉上去就不可以 他也說到臉上 他拿一機來啦 我也是這樣啊 還會開櫃子 你旁邊那個櫃子不錯 你看看 阿冠好像不錯 好吃一塊好吃一塊 這樣也是在開口 所以那是假的 那是在表演的 那是一種秀 對啦 所以我們不要說什麼 黑道古廟文化 我們人生共樂 生命一定會保備我們 我們堅勝 我們也有善良的人 只是說有時候兄弟 他拜的生命不一樣 轉生拜頭頭 他不如整生出來拜就是這樣 這樣了解 好 我來講西螺殿 西螺殿拜的是廣澤尊王 對 廣澤尊王 這說廣澤尊王 剛剛有談到 專門收妖伏母 廣澤尊王 因為他16歲就成神 所以在民間一起結 少年型 少年型 但他神機傳言很多 所以他性格很剛烈 性格剛烈的時候 他從1718年到了 從郭信仁家 帶廣澤尊王的這個靈 到了台南之後 開始拜廣澤尊王 廣澤尊王之所以在台南 廣澤尊王先插一句話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這個話 廣澤尊王那個扛教的 是不是也是尊王來決定 他要走到哪裡 什麼方向 這東西 廣澤尊王 他沒辦法決定路線 廣澤尊王 有不同的說法 他像他在民國66年 走到屏東訪山這個地區的時候 但他都是要大駕出門 大駕出門 對 他到了訪山的時候 有一群人突然跟他下跪迎接 那太保突然走到一個年輕人 沒辦法化蓋 那所以他的家人跟這個西螺店的太保請求 那沖到水裡面 再沖到他們家宅裡面 那這個是沖到水裡的畫面 對 這就是大駕是不是 對 這大駕 這就是大駕 有沒有看到它 它是一個塘 這個是那個年輕人嗎 對 對 這個是塘的 然後那個 紅布上面沒有頂有沒有 所以他們說五頂駕 跟剛剛我們看到 那個五駕是不同的 好 這個就大駕 那當時沖到海裡的目的是 是掃除那邊的火鍋 沒聽話 那會聽話收藏來做冰獎 沒聽話收藏來 煮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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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聽話的就去煮油鍋 那聽話的做自己的火鍋 在岸邊有放一個油鍋嗎 他們會請上來之後 帶到那個煮油鍋的 煮油鍋的那個地方 他們出門那個 下油鍋 油鍋都會帶著 所以他們油鍋是帶著的 是要帶著的 然後抓到的 不聽話的就要下油鍋 對 煮煮了 那這個年輕人 這個畫面 這個年輕人就是當時 卡到印的年輕人是不是 因為這個是民國五十一年的 所以我 這民國六十六年的照片 所以我不太確定 所以他當時還跑到海裡去嗎 對 對 對 他們就是祈求完之後 那個大駕就往水裡衝 就往水裡衝去了 那因為他的南北尋掃十年 再加上處理台南運河的這個問題 從此奠定在台南人心目中的一個 很有力量的一億千秒 好 警戒非常有意思 都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本土劇女星張懷軒 之前怒告富商強吻攜兄 這個案子在法院審理過程當中 一度裸生門 甚至於富商在法庭上 還信誓旦旦旦說 如果我有強行那 那我的嘴會爛掉 結果 判決結果出爐了 富商被認證了 什麼判決 就是之前被設計 超一點被性侵的那個案子 昨天已經進入判決 都出庭晚了 進入判決 但是我要等判決輸出來 一眼張懷軒去年1月在臉書直播 忍不住情緒 崩潰大哭 就是擔心強制猥褻案 官司的判決 歷經一年多的審理 對方終於認罪 答應和解 出面控訴 碰上可怕弦豬手 張懷軒經營自創品牌 沒想到和商界大佬們 犯局結束後 遭到一名審訊附上 上下其手 他不願姑息 提出告訴 據傳對方當庭發圖式 如果搶吻嘴巴就爛掉 台北地院一強制猥褻罪 判審刑附上8月徒刑 對方不服上訴高院後 馬上改口認罪 並且和張懷軒隔檢 最後改判6個月得一顆罰金 三處演藝圈期間 另訓附業謀生 沒想到卻因此誤上賊船 差點遭到性侵得逞 如今判決結果出爐 終於還他清白 張懷軒這個案子 當然是還了這位女藝人公道 雖然曾經在法庭的過程當中 這個附上還說 如果有吻就嘴爛 他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嘴爛了 但是已經被認證了 但他所凸顯的是 大家都知道的 演藝圈的飯局文化 甚至飯局文化背後 我們所不知道的潜規則 沒有錯 為什麼會有這個潜規則 是因為你看像張懷軒 他是去參加場飯局 對 但是他因為是兩年前的 請追受傷 所以他就開始去投資保養品 那要拓展保養品生意 就需要贊助商 所以這個審訊的商人就說 你這個登廣告這八萬塊我幫你付 所以張懷軒就去了這個飯局 話說回來 在演藝圈上這樣的情況 非常普遍 話說回來 在演藝圈上這樣的情況 非常普遍 很多的贊助商或廣告商 他在選這個代言人的時候 他都會附帶條件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我們圈裡面有一個女藝人 身材非常好 但是她很特別的是 她連續三年都拿到了某一個大品牌 這個廠商的代言人 很多很多其他女藝人 都要爭取這個代言的角色 但是都爭取不到 但是各位你們知道 圈裡面的潜規則是這樣 每一年通常廣告商 都會跟你一年簽一次約 不可能是三年 每一年到了要換約 就是大概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年度要交接的時候 這個女藝人很特別 她過年期間都不會在國內 為什麼呢 原來後來大家知道潜規則了 她過年的時候 都會跟這個贊助廠商 出國兩個禮拜 只要出國兩個禮拜回來 廠商開心了 新年度的約就簽到 就到手了 你也可以說這就是這個潜規則 但是她出國兩個禮拜 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但對廠商來說 可能各位會覺得 那廠商怎麼那麼過分 不是啊 廠商會覺得 我一年給你五百萬 這個代言費 照理說別的藝人 可能開價只有兩三百 那我為什麼要特別 給你這個代言費 總要讓我吃吃豆腐吧 有些廠商有這樣的心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人我也很熟悉 有一個品牌這個廠商呢 她的這個品牌廠商 是個女老闆 那女老闆呢 這個在社會上 也很有地位了啦 她有一個喜歡 她就很喜歡鮮肉級的男藝人 她每一次要挑她品牌代言人的時候 要面試 那面試的時候 哇 那個場面 也讓大家瞠目結舌 因為我也去過一次 她就會辦一個餐會 那這個餐會呢 就是找她的貴婦朋友都來 很開心喔 喝了酒啊 開心心的這樣 然後每一次 來的這個男藝人呢 當然她就是在座唯一一個男生 然後 換她被吃豆腐 對 那怎麼吃豆腐 大家知道啦 因為男藝人來的時候 現在都流行 這個地方有一個大胸肌 所有的這貴婦都要過去捏一下 捏一下還要講說 覺得怎麼樣 很Q 這個可以 大家會覺得 蛤 可是你們要這樣想喔 這男藝人一年也拿600萬的代言費 她就這樣子面試以後 她覺得OK 代言費就拿到了 等到第二年 有更年輕人來 不是面試臉蛋 是面試她胸部有沒有很Q 當然 對女生來說 臉蛋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總是你要身材好啊 只有捏胸部嗎 不只 代言之後一年600萬對不對 三不五十 這個貴婦就會call她說 我們今天又開紅酒吧了 你要來 所以你隨傳隨到 就要來陪大家吃飯 我只知道到吃飯 至於吃飯之後 有沒有什麼 我當然就不清楚了 但是各位 光是吃飯也有人不能忍受啊 之前不就發生了 國民天后徐懷裕的事件 徐懷裕很紅耶 喵喵喵有沒有 我是女生非常紅 徐懷裕是誰呢 我們來聽一段她的歌曲 我是女生 我是女生 漂亮的女生 我是女生 愛哭的女生 我是女生 奇怪的女生 我是女生 你不懂女生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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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著我 有怪獸 大怪獸 臭怪獸 黏著我 一口又一口吃掉 我本來更愉快的生活 五六年級生 對她非常熟悉 有怪獸 我們小時候常聽 但是後來幾年 其實她在大陸 非常的紅 那各位知道 大陸是有這個氛圍 就是他們更是在乎潛規則 他們有一個觀念會覺得 我是贊助商 我就要對你 與取與求 而且她與取與求的手段 有時候很粗暴 怎麼叫粗暴呢 徐懷又發生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大家知道 很多藝人到大陸 各個不同的這個省 要去參加一些演唱會 是拼盤式的 拼盤式也就是 這地方剛好有個演出 前面有個人唱 後面有一個人唱 就接著唱這樣 有一次徐懷又呢 她的經紀公司 就給她安排了到一個 等於像夜店的場合去唱 結果她去之後就發現 裡面的氛圍怪怪的 大家都喝得茫了 那個場合就不是 一般演唱會的場合 可能就是能喝酒 又能吃東西 她要上去唱 她就覺得 底下還能喝得很茫 她要上台去之前 因為有贊助商 就會來跟她講 講什麼呢 其實你今天唱不唱都沒關係 這樣好了啦 先去跟老闆 敬幾杯酒再上去 有一些藝人是不接受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敬酒 我只是來唱歌 誰說我要敬酒 就不太高興 她就說我不要 我先唱完 她就知道 好 先上去唱 唱了之後 她本來想說唱完 我先走嘛對不對 快走 就下來的時候呢 廠商當然就要架著她 為什麼呢 對贊助商來說 唱歌不重要 重要你要跟老闆一起喝喝酒 要有個禮貌 至少喝左邊一邊 右邊又一圈 那你連喝一杯酒都沒有 你想走 你敢走 結果她下來的時候 見苗頭不對 她硬是不去敬酒 就跑出去了 你知道那次有多驚險 她跑出去之後 因為那個保姆車是經濟公司 跟贊助商幫她安排的 所以那個保姆車她上不去 人家出來要抓她耶 那是 你知道有多驚恐 那是因為 其實許懷鈺在大陸 她有很多很多的粉絲 遍布在大陸 那些粉絲有跟著她去那個場合 因為他們想要看偶像嘛 所以她的粉絲另外 就把他們的車開過來 把許懷鈺給載走 那簡直是 簡直是感覺就是那種 糊口餘聲耶 跑掉之後 許懷鈺當然很生氣 因為這個場合是 經濟公司安排的啊 是 那經濟公司 當然有跟她解釋就是說 這是贊助商的一個場子 也沒有要你做什麼 而且頂多就是跟人家敬個酒 就是一個禮貌嘛 那對許懷鈺就說 不好啦 因為他們都喝醉了 我並不知道 我跟他們敬酒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許懷鈺就說 下一次安排的場合 能不能不要這樣 好 經濟公司說 OK 沒問題 接下來又來了 到另外一個省的一個 某個縣市 可能也比較偏遠 二線城市 這一次的這個場合 又跟她講說 這個這一次的唱籌很高 你就來唱兩首 我們就走了 好 許懷鈺說OK就去了 結果她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發現連夜店都不是 因為經濟公司跟她講說 去的地方是一個什麼 演藝的VIP 演藝人員VIP 那你一聽這種會所 或VIP 在台灣會覺得就是一個 很高檔的喝酒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在大陸 你要聽到會所 就要小心了 因為很多老闆 是會把小姐叫進會所 所以她進去之後 台灣的也會 不得了 台灣的招待所也會 可是問題是她一進去之後 連舞台都沒有 你就直接是 那就只有一個圓桌子 老闆們是梅花座 老闆的旁邊是陪酒的小姐 是明目張膽已經有那個 算終點的小姐坐在旁邊 那我平民天候 那我進去幹嘛 進去之後呢 他們一樣就說 來跟老闆又進一圈 問題是所有人都喝醉 而且旁邊還有小姐 那對徐懷鈺來說 情何以堪 氣死了 把門一打開就走了 這一走不得了 因為這一走呢 當然人家讓她走 雖然後來保安也追出來 但是後來連經紀公司 都跟她為了這件事情 就解約了 那經紀公司有解釋 就是說 這個在大陸 唱演唱會是這樣 他們的場所 比較複雜一點 這就是一個 複合式的場所 意思是說 你只要唱你的歌 你如果不去敬酒 也沒有關係的 你不要想太多 可是對徐懷鈺來說 當時連她的粉絲都罵說 怎麼可以讓我們的偶像 去陪酒 其實呢 陪酒這兩個字 有的時候你要看 只是敬個酒呢 還是就陪老闆喝酒 這就是又回來這個主題 這就有時候贊助商 就覺得說 我花這個錢 我跟你喝個酒 不可以嗎 好 這是徐懷鈺悲 悲慘的下場 不過後來這些事情 都過去了 她重新有了新的動家 後來她被解約之後 有沒有被冷凍 有 她有很長時間沒有工作 她很慘 徐懷鈺真的蠻可憐 因為呢 她還要負擔她弟弟妹妹的學費 尤其她妹妹要出國 所以她經濟壓力很大 那回來台灣之後 又跟她經濟公司 鬧合約糾紛 又換了另一家經濟公司 也鬧了合約糾紛 所以她冷凍了好幾年 各位記得嗎 她有一段時間 情緒跌入谷底 任何演出都沒有 再度付出的時候 淚崩在舞台 因為連她的粉絲都覺得很捨不得 顯然之前的這些事情 你沒有處理好 對議員來說 都是很大很大的傷害